早上一起来,皮皮在家里 今天把他给弄过来了 你回来干啥呢 你不在家里都安心多了 在家里我天天找你 逃生也不知道回家 回来了他又乱乱跑 从里有小孩干嘛的 天天在找他 皮皮 这段时间呢 没怎么做饭 你看基本 皮皮都瘦了 他要吃饭 他不吃那个 那个 我把你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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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在哪 你要是我狗妹 我又不吃饭 我把我的给他吃 就把你儿子饿死去 饿死去 这个对 饿手机给他一碗 我要我又不吃 我气死你 三十个妈 我就不把你吃饭 我都饿死你儿子 你三十个妈妈 你再拿给我们吃啊 你要是不喝饭 我就不吃 我天天饿死 我给他吃 你给啊 你还给我倒 我三十个妈妈 每天多煮一碗啊 什么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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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早啊 早上你给我下饭饭 我说你叫我 你不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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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 哈哈哈 哎哟 搞得很 皮皮 皮皮 你不拧我 我跟你说 我就虐你 我告诉你好 嘿 都生疏了都 现在应该没有 没有八十斤的 以前有八十来斤 这只鸽子想干啥 咋的 你也想跃跃 咋的 你挤出来 哎 他妈的能耐的 小样 你看你看这鸽子 买回来有 一个礼拜了吧 你看被我妈 养的肥头大人的现在 我妈说吃的是什么 玉米 稻穀 再熬熬给点小饲料 你看这吃的肥的 你买回来的时候 好看多了 圆锅隆隆的了 长得 你看这几只鸽子 现在 你看它还站在里面吃 这只白鸽还不得了 还想孕育 一敢孕育 我就赶紧把你炖了 小样 看我家的这头居 吃饱了就睡 睡醒了就吃 我现在睡的香的 我家跟人家熬夜熬了几个通宵似的 不知道他还以为他干什么活呢 坐 坐 坐咱 你都不理人 你是不是都把我给忘了 啊 这一年都没来 没来家里都把我忘了是吧 哦 你让他走咯 这傻狗 太不给我面子了 不搭理他 我也不搭理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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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